这个不必隐瞒我们这集节目不是今天录的 此时此刻我们三个人或在意大利或在法国或在哪里的云深不知处 太好了 这个有朋友有观众当然是这个给我们提意见 说这个你们赶快回到中国现实吧 这一阶段老是聊什么奥运奥运 很期待我们关心中国这个当前的这个这个这个现实 我也能够理解 但是呢我在英国也学会了一件事 就是个人的合法权益 有时候超过国家的期待人民的重托 是吧 这个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奥运节目 我们就准备顺势修个价 就连周赚了这么多千 所以我们当然要播这个备份 然后我们就做鸟兽散 这真叫风流云散 最好就别回去了 对就不回去了 我们就就此就在这边开始我们的流亡节目 没错 没错 所以说呢这个也要请大家这个理解 对吧 而且中国现实那是那么好关心的吧 我就还是关心一下英国的现实 对对对 为什么你看我今天一开始提到这个概念 我就讲了这个个人的生活的权利 个人的个个体的生活的权利 是吧 我呢这个用我的这个相机啊拍了这么一个镜头 这个我虽然没有摄影技术了哈 但是我摇摇晃晃的步履啊也反映了我今天的一个话题 就我的一个呃想聊的这个愿望 我拍的是哪呢 这次我们就住在伦敦西南郊的 对 Richmond Richmond的这么一个地方 说是富人区 其实据我考证啊 也就是中产阶级 对中产阶级的地方啊 这个不错的地方 还可以是吧 哎然后呢你们可以看我这个镜头 看看我的欲望是什么 你看 你看我早上起来 在街上走 哎 你看我想干嘛呢 然后你看早上就是这样安静 除了鸟叫什么都听不见 然后朝阳 哎 我的镜头一拐弯 是吧 我是要进门啊 我是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英国家庭的 这个门口 是吧 这就是我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哎 我我这次拍了很多个门口 我就想 这个英国的这个家庭 一个一个的这个家庭 因为我在这儿啊 从奥运这个事啊 我贺得一种感觉 咱们老讲这个国家呀 还有人爱讲这个家国情怀呀 我就有一个什么感觉呢 好像英国这么一个小房子 一个小房子住的家庭啊 他们的最高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是我这个家庭 我这个家庭啊 甚至高于我这个国家 国里边有个家字啊 是中文 英文里边这个country啊 不含有这个family 不含有家庭的意思 两回事 对吧 反而呢就是说 对于英国的这么一个家庭来说 我有时候都能感觉到他们的这种心愿 就是你这个国如果胆敢伤害我这个家 我拼死我也能给你死磕 他是那么一种调整 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吗 说我的家是一个城堡 孙可以进来 女皇没我同意不能进来 我跟你说 我刚查到这本书 英国的 就对于英国 因为英国人内向拘谨 对吧 说对于一个英国男人来说 家庭是什么 家庭就是他的城堡 所以呢 英国人的居住方式很典型的 不管是中产阶级 还是劳工阶级 劳工阶级就尽量吧 但是他们都追求啊 住一个独立的房子 对 房子后边有一小块绿地 对 有一小块空地 自己做点园艺啊什么的 他追求这个 很重要 所以你看英国的报纸 比如说我以前 很多人没来英国的话 比如说我以前那时候常看报纸啊 就有些时候看不懂 看不懂什么 他好多报纸 他周末会有什么园艺专栏 你没有注意到 他说这个星期 我来叫大家种个什么花 哎 这个星期 大家没有注意到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什么 是不是你家什么 什么出问题了 怎么 哪来这么多园艺专栏呢 就普遍可见 这个国家是每家家户户都尽量 除非你住那种高楼大厦 要不然尽量都弄点小花园 但他房子的格局啊 我注意到跟美国也很不一样 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院子 一个房子 在美国呢 这个院子这个草地是在前面的 对 他现在后院 你看你典型的地方 你在路上两边都是草地 对 然后那个草地后面有个房子 换句话说 你这个架子是一线就看到的 对 那房子后面呢 只有一个洗衣机啊 小小的都没回来 然后背后就是人家的房子 对 就是房子靠房子 但前面草地 英国人你看 刚才那个街很拥挤吧 开上去连停车都没掉 但是每一家进去呢 里面有一个其实颇大的花园 没错 然后又连着人家的花园 是 所以从后面看呢 对方的房子隔得很远 但是在街上呢 就好像很挤 这个非常奇怪 你说的这个是我拍的 我给大家现场 我们住的房子 哎 你看看 就是典型的 这条街上 就像街道了 这个房子啊 你说它是老房子吧 可是实际上啊 就是说 如果有人要建新房子 那么政府要求呢 你必须建的跟这个一模一样 这才能维持一个景观 你再看下边 哎 就是这样的房子 哎 再会儿 就看下边 你看 小寇柴飞久不开啊 你看这是英国人的家门口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爱照人家家门口 哎 再看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后院 后院 典型的这英国众战级一个家庭后院 后院啊 一定 你再看下一张 一定呢 有孩子的一个小木屋 孩子的一个 一个玩具的一个地方 绿草入 后面就是人家打网球的地方 再看下边 哎 这也是英国的一个家庭 这也是英国的一个家庭 给大家打招呼的 是吧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国呀 是以家为一个独立单位的 就是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他这个都是一个房子 后边这么一个院啊 可是你看啊 我也这次凤凰卫视 就还行 这个来这个 我们高层反而住的是贫民 是劳工阶层的地方啊 工区那天是比较糟的 对对对 让我们呢 还住在一个像样的 每个人都有间房间 对啊 但是他们那呢 我也去检验了一下 我就发现呢 真有意思 他确实啊 讲究独立性 就是说 每人有一个房子 后边有一个院子 但是刚才咱们的后花园 就是这样吧 可是你要到了 劳工阶层的后花园呢 就是四面木板 围起一块空地 你说是一株圈也可以 就什么都没有 也有 就一块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按照这个特征来说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贱民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城里人 为什么这样呢 你到劳工阶层啊 就是说 这比较低贱的一个阶层啊 你的特点是 你能看见楼 你能看见楼了 英国高楼本来就不多 对 就是说 看见一个楼啊 你这就是低档的标志 对 没错 中上阶层 中等阶层以上 你看你思维看 没有 怎么可以看见楼呢 对吧 你看见的这个天际线 完全是自然的天际线 所以在香港 我们人是贱民中的贱民 贱民 这就是香港 只能看到楼 真是下九流嘛 这是下九流嘛 你住的那个几千万的豪宅 还以住千万豪宅 做贱民为荣 没错 也是贱民 没错 李嘉诚那个半山 看维多利亚海港 不都去看楼呢 就是这样 按照大英帝国的标准 你那像贱民呢 是 我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井贵酒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可是你讲这个家庭呢 你就看到 昂格鲁萨克和训人 不只是英国人 他们的一个特点 就虽然美国房子 跟英国房子都不太一样 但是这两个国家 都很注重家庭价值 对 美国讲的更 对 讲的更厉害 对 那昂格鲁萨克训人这种 觉得以家为重 家绝对比国家重要这个东西呢 甚至会变成了 他们的帝国时代表现都不一样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英国这个国家 它向来都是贵族封建的一个传统嘛 那贵族封建传统跟欧陆不同 欧陆法国很早就有绝对王权了 路易斯斯对不对 德国也是很早就 后来就有了这个绝对的王权 英国没有 英国的王 就算以前夺牛的王 他也没有绝对无上的权力 他都受议会的约束 那议会是什么呢 议会原来就是一个个家 贵族家庭 对不对 贵族家庭一起制衡你 就像你上回讲的嘛 你这个王我们不高兴 我们找第二个地方人来当王 对不对 这是他们几个家庭说了算 那这个东西呢 是使得 我觉得英国后来在帝国史上 胜过所有那些欧陆帝国的原因 也跟这个有关 就是因为他王的权力不大 受制约 受制约 有个什么好处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西班牙以前夺牛 对不对 西班牙帝国 但西班牙是怎么殖民 你想想看 他跑到南美洲 把人家都干掉 抢这啊抢那 金啊赢啊 全部抢回去 抢回去干嘛呢 都是王家的 英国怎么办呢 英国也是出去到处抢略 做买卖 但是东西不是王家的 东西是谁抢了归谁的 他也这么伟大 就是这样 你看他 荷兰也是啊 东印度公司 这是什么 这是商人 就我出去殖民 是大伙来发财了 然后家家户户都想出去 搞殖民事业 为什么 那我来挣钱的机会来了 所以你说对 他是利用市场扩张帝国 所以我学英语啊 有一个联想啊 你看他这国叫什么呢 大不列颠辑 北爱尔兰什么 联合王国 美国叫什么呢 United States 也是联合联合 联合联合 这跟我们中国这个大一统是相当不一样的概念 他是咱们觉得互相有利啊 咱们联合的 嗯 你明白吗 这最后咱们联合的 就广告人讲的 有者手 对 有者手 有好处 有好处 是觉得我们是独立的家庭 甚至是独立的个人 我们是互相对大家有好处 结成盟约 于是我们联合在一处 对吧 他是你看这两国家都是联合的 所以你看他扩张的时候呢 他的扩张就比别谁都快 理由就在这嘛 你说我出去打拼 烧杀抢掠 哦 这么的 那全给国王拿去了 没错 这你一点动力都没有 你说我去了 分了快递 我就当地主 那我多高兴 开发美国的西部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西部就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 英国之所以这个传统保留 其实是因为英文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你看很多这个事情啊 人家是有根源 有来历的 甚至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房子 我给他看那个照片 我听徐老师说一嘴也挺有意思 就算你看这个房子 在中国被当成了小阳楼 富人别墅的一个标准范式 可是徐老师你讲讲 他原本是为了这个 对对对 如果你在上海啊 看到这个房子一个尖顶吧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什么样的啊 别墅啊 什么什么 其实他这里到处都是 为什么 因为下雪天 他不容易积雪 要滑下 对 这样的话 他都有个壁炉 那个壁炉是真的 他就靠他取暖 然后他们又保守 他们不不让换窗 他老房子 英国人 所以那种两层的中空的窗啊 在英国很少看见 他宁可里面用用这个用火炉 用包括现在用暖气 这样来来取暖 所以个个都是这样的坚定 对 而且你看 这个英国人呢 跟美国人一样 我说家庭价值 你看为什么这个总统出来选举 都是一家人呢 老婆孩子 确确实是你这一家 就是你看住在白宫的 你也是第一家庭 他这个家庭价值啊 这私家有 家里有一个花园 中国人呢 要在花园里倒腾放什么东西呢 要么搞一块什么 苏州的石头啊 对不对 鲸鱼缸啊 还是有品位 或者是什么 搞一个假的 罗马的什么龙头啊 人家就是一个小孩的话 他以孩子为自己 一个蹦蹦床 没错 所以啊 我又拍了一段 我们附近 其实我没有特别拍英国的 什么风光名声 就是我们旁边 我们后院 我就随便又摇摇晃晃 拍一下 你可以看看 我再给你看看 他们的这个孩子 你看这就是离我们那个地方啊 几十米远的 你看这个拍过去 这个核呀 然后大树 就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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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树 推着 推着婴儿车的 妇女走过 我当时就想了 我们的孩子 能不能在大树下 成长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参天 大树下 我拍到这儿 这个你知道 当秋千的时候 两个英国小女孩啊 他突然回头问我 说 你拍这个干什么 说你拍这个干什么 你知道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天天在这儿玩 你知道吗 他很奇怪 为什么要拍我们 这个中国来的怪叔叔 你要回答他一句 说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小孩都能这样的 这个太沉重了 这个话 我当时心里就想 我想我为什么拍这个 我拍这个 我是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不能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玩耍 长大 你记得吗 那你这太难了 真的 风景中国已经进会 也没进会啊 还可以 就是说风景已经如是了 我说的是人事 我觉察到啊 好像中国的这个家庭 也在崩解当中 他我们的家庭观念呢 你注意到没有 爱说我们东方人是最重视家的哈 可是世界上至少我见到在现代大城市里 中国的这个家庭啊 好像没有美国英国这个份了 比如说你们的一个作家陈村啊 是我忘了是不是他说的 好像我看过他讲一段话 他你看中国的这个餐厅里啊 都是一桌一桌男人在吃饭 一桌一桌男人 就他们也不回家了 你知道吗 其实中国的男的现在都像浪子 你知道吗 没什么家庭观念的 就是当然可能你们上海男人都很有啊 但是相比起外国人 你看他们周末一定是 哎呀老婆孩子什么 或者一块划船啊 或者就在草地上这么消磨 或者就是餐厅 周末也是全家去吃饭 中国现在的社会对单身是天堂 但是在伦敦这几天 我坐地铁吧晚上回来 我就发现在伦敦这样的地方 一个人生活还是挺艰难的 就是你会非常感觉需要家庭 对家庭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家庭啊 都是家庭啊 你会觉得很乐 你要是中国的大城市 你晚上你很少看到一队一队都是家庭出来 出来的人 没错 你那位又跟出来了 所以他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这样子 就比如说假如大家单身 或者说也没什么小孩 就聊年轻男女中年男女住在城市 他们喜欢彼此串门到人家家里做菜 那天我们说英国菜难吃 但是你别忽略一件事 英国平均人口里面就平均花在煮饭的时间 比法国人还长 就他们喜欢放假什么 同事一起到我家做饭 一起在我家吃饭 但是还是到家里面来 到我家里面来 就算不是血缘家庭为单位 他很喜欢这种生活 你看到我们住的 这个真是一个小窗口 我们住的这家人家 很典型 你看他的最主要的活动地方 就是Open Kitchen 就是那个开放的厨房跟餐桌 家里的人一定在外面是小孩玩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消磨最多的 另外宋星还问我们 他的客厅 他没有别的装饰 就是书 对 全部都是书 对不对 他有一样 是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很瞧不上的 就是这么大的房子 电视机很小 不大看电视 使得我们在这里要看电视很郁闷 对不对 电视机很小 我看着这本讲英国文化的书 他就讲到 说如果你在一个上流社会的豪华古宅 发现了一个碟形天线 就是那个接收卫星电视的天线 那么一定是住进了爆发户 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道是无情却有情 天气预报求精准 是不是各个地方 气象台都有排行表 每个小到中雨 你出现了大雨 你的考核有扣粉 身兼三炮司令 拨云造雨 每年大概用了炮弹 火箭弹 大概有一百万瓦左右 每一次作战人工遵御 还不滑下 问答郑国光 双喜五夜神问答神舟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店 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 一辈子 一声情 一杯酒 如舟老教 特区老酒 可是这里头呢 我们不要忽略 他们英国人或美国人 还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支撑他的这个家庭传统 就是宗教 你比如说你礼拜天都要上教堂 上教堂绝对是家庭单位 是 就一家人一起上教堂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样 他都变成礼拜天叫做Family Day 你想想看 一般礼拜天叫Family Day 意思就是早上一起上教堂 下午跟邻居烤肉 打球或怎么样 那英国比美国又多一样 就是什么呢 礼拜天上教堂 礼拜六呢 是爸爸带孩子进球场 哎呀 我觉得他们 去看足球去了 我觉得他们这种生活啊 闹得这个老公啊 他都没空找二奶 没空找亲人 这玩意也不太自由 对 我们就不能说带孩子来 今天带你见见玩玩来 就不能这样搞 是吧 我也听过这样的故事 所以跟老爸跟儿子 去到一个就是喝酒的地方 然后不过来了很多女的 一个个间开座嘛 然后就不知道 他们做了什么 但是我自己的 他最后一句话 那老爸说 今天做的事情 回家不要提起 就是说你这个 没有家庭传统 就是咱们过去 咱们过去以为西方开放 他确实有开放的思想 对吧 但是实际上 他们的生活呀 也挺传统的 就其大多数来说 可是回想起来 我觉得 他们不应该 跟我们差很远了 有些东西 比如说像你刚才讲 那个房子啊 以前中国的四合院 或者你看日本的那个庭院 日本院也是中间的 那么平庭嘛 对对对 其实我们都是把它围起来 放中间啊 这难道不都是很内向的 一种家庭状态吗 一家一院 以前中国不也是 但是中国大家突然一天明白了 所有这些围起来的都不是人 都是坏人 都是有钱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 所有我们可以住的地方 都被我们否定条 从理性上否定了 所以以至于今天 英国人的在一大片草地当中的一个庄园 大家现在都很羡慕 不是 咱们要 在中国你想不出一个 我们过去的房子都被否定掉了 对你说被否定掉了 结果是什么呢 就说你们一家一个四合院啊 像梁四成林辉音住的古宅 不是古宅 那个老院 为什么被破坏了呢 其实也没被今天破坏 早就不像样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人人有份 那里边住17户 就说我们大门的老百姓 全住一个家里 你知道吗 做人跟鲁迅吵架的那个八道湾 那个旧宅 我去看看 猜了是吧 最近 没没没 应该还保留着 我们进去以后里边各种各样的地 避震棚 最后我们只能在门口数电表 40个电表 所以你看 40个电表 就人人有份啊 有个榜爷追出来说 是不是要猜了 以为我们来看 最近不是听说真动了吗 真的吗 真的动了 反正啊 你到英国 你就格外发现 一家独门独户 不过中国现在有一点感伤了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房子 我打听了一下 一百多万磅 差不多等于1500万 跟我们北京上海的好房子的价钱差不多 我们的房子的价钱已经跟它同步了 早晚会超 这方面超英感得早实现了 咱们也超英感 现在伦敦最贵的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